孫昌院長嘴真的太壞了 他心態就不對嘛 就是想要來修理人的嘛 我們在跟你討論政策 你小阿媽修理我 糟透 出去還罵人家街頭小混混 這是一個隔魁該說的話嗎 他的心態不改 在講話安執行的前一次院會 我問他王美花的事 就問他一句話 他答不出來 所以他覺得他受辱了 找機會回來修理在野黨的立委 我超想惦他的 地場攻防 每一個委員必須要攻守堅定 你愛我的功你就愛我的秀啊 衝刺自己才是上策啦 其實我們聽了這麼多 我想在這個部分 當然我要給 我要給游院長一個建議啊 因為譬如說以蔣萬安的這一次為例啊 像他這邊寫 他說蔣萬安針對蘇偏離主題 一度要求游錫君出面主持秩序 還被蘇反酸要求救了 坐在主席台的游錫君卻一言不發 這個院長 我的建議是 當有委員要求你的時候 你必須義無反顧的出來 不管你是打原廠 不管你是怎麼樣表態 沒關係沒關係 先等我講完 不好意思 就是說你 當人家這樣子來要求的時候 譬如說 你只要說 蘇院長 請你按照人家的質詢內容來回答 其實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所以我真的建議 這個院長嘴真的太壞 你可不可以私底下去勸告他 剛剛運鵬講了說 這是一個政治的競技場 我也同意啊 當我好好的簽了自願服役的令 送過去給他 他也OK啊 但是他在我走回來的路上 在我走回來執行台的路上 他就嗆我啊 要我什麼 要我去叫我們國民黨立委全部都簽一簽啊 中共打來的時候一起那個啊 我只好回他一句啊 你先叫你們黨的覆名就這樣 來兵當一當啊 他有需要講這個話嗎 他有需要嗎 他心態就不對嘛 就是想要來修理人的嘛 就算是競技場 也不應該這樣子啊 我們在跟你討論政策 你想要嗎修理我 糟透 這種心態 這種心態糟透 孫昌的心態 出去還罵人家街頭小混混 這是一個隔魁該說的話嗎 他的心態不改 勇於盈裕啊 他是政壇的老前輩很強 大家都知道啊 他自己也講啊 他說他也不喜歡被報紙上面寫什麼 說他支支吾吾打不出話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在蔣萬安執行的前一次院會 我問他王美花的事 當他跟我說留下來更認真更負責 我就問他一句話 那你前面的經濟部長辭職 他是白癡嗎他是笨蛋嗎 他打不出來 委員委員 所以他覺得他受辱了 找機會回來修理在野黨的立委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修理的可不只國民黨 民眾黨 時代力量 他也不一定客氣 所以 這個心態要不改變的話 我真的建議 柯總釗 你是民進黨的大佬 你應該去好好跟他講 不要一直想找機會修理人 人家跟你討論政策 你就好好跟人家講嘛 就30分鐘啊 他很會爐啊 他超會爐的啊 我那天跟他講說 你電不夠的時候 你現在學校都裝冷氣 或者工業用電 你哪個優先 他竟然跟我說什麼 他竟然跟我說 現在學校上面都有太陽能電板 那個電板吼 吹冷氣的電都夠啊 而且還有多還可以賣 我超想墊他的 你好墊他 所以我真的認為 這一個問題 我同意立法院是一個政治的角力場 但是 但是 還是要依循我們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基本的遊戲規則 所以簡單的請院長 遇到這種狀況 你這個委員你自己吃了虧 或你被修理了 你沒有講 沒有請院長來主持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人家委員請院長主持的時候 我真的建議院長要適時的表態 另外一個 就是蘇恩昌院長的心態的問題 這也要請柯永昭私下歸勸 我也很實際的講 七十幾歲的人很難變 我知道 很難變 但是 但是 假如他持續這樣子 他不是每一場都贏 好 我講一下 院長 就這樣 叫什麼 我 對 李委員剛才講 我只有一句話 講 講委員那天沒有正式要求 他只有代購一下 我 我要講就沒有機會 他不得有機會 好 就這樣 那你如果不相信去掉入眼袋 好不好 緩執行的定義 到現在不清楚 所有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 裡面沒有定義緩執行這三個字 那 很簡單講 就是說 如果 有定義的話 不會 所以 貴黨 前主席提個案 要入法 就表示說沒有 這個我想這個提案文書在這裡 這裡 我講的話都有據 這個第二點 我必須要說明的 第三點 那天的執行 我在主席台 如果說斷電 就是說停電的部分跟 蔣介石的反攻大陸 就是說停電跟反攻大陸 你看起來不扒嘎 兩回事 超過執行範圍 但是因為蔣委員反路說 你不敢承諾 如果就承諾的部分 承諾部分 它是沒有超過範圍啊 你敢承諾嗎 你不敢承諾 人家說 承諾有什麼用 過去有人他舉例 所以他從哪一個點啊 所以為什麼說 緩執行如果定義清楚的話 做主席的人 就比較容易處理 如果說還繼續不清楚 以後 要怎麼處理 我是得啊 我不是硬 我想必須 我要把這個講清楚 就是說 那一天如果就 停電 跟反攻大陸 這個好像是超出執行範圍 但是如果就 承諾 你不管承諾 承諾沒有用 他是在執行範圍之內 這個是第三點 第四點 反執行 我們也做過 我們的執行是從審議會超過來的啊 我做被淋啊 人也有反執行啊 我也有執行也有反執行 那時候 那時候戒嚴時期的執行 他不只是被反執行 還會被抓起來呢 有沒有例子 你免利島受刑員 軍閥大使受刑員來 第二就有人 沒有去參加活動 他就是因為在審議會 審議會講話 當局不喜歡 就借了個機會把他抓起來 有這個案啊 那時候是 不只是反執行 會抓人的啊 白色恐怖啊 那時候我們就沒在怕 啊現在怕一個反執行 所以說 我現在第五點 好 第五點 立場攻防 每一個委員必須要 攻守兼隊 你要有辦法說 你就要有辦法想啊 充實自己才是上策啦 那一邊來就是要 你講啦 啊講了以後就要讓人民評斷啊 你講了好壞的都要讓人民評斷 所以說我也要讓人漏氣啊 我做生意外 不是我說的就決定贏了 我給他做反 我對他他反執行 我也不要漏氣 但是我也要培養 反反執行的能力 我想我說的就這樣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我來吃一下 顏色景色 選擇 都好 可疑 方法